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山国宝 我是主持人赵宗杰 本期节目将带大家认识当代佛教艺术巨破 夏金山的巨幅名作系列 夏金山夏大师之所以会被称为金山国宝 尤其在两岸当中经常为人所称道 我想不仅是他的山水花鸟 还有他的工笔画作经常为人所称道 他的巨幅画作十分的惊人 超过十公尺的大画 大概有两到三百幅左右的这样的画作 尤其是他的这个观音系列 还有就是尾佛系列 甚至他的文书普贤系列 也经常为人所称道 很多人对夏老师他的这种 所谓巨幅的画作 他的体会是来自于在开画的那一瞬间 深深的被他的这个巨大所震撼 接下来就让我们慢慢的欣赏 夏老师他的巨幅画作 夏金山曾被千手亲眼观世音菩萨所启发 而临摩故宫收藏的宋人画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他以长达八公尺的画幅 完成这件经典巨作 观世音又称观音 是最为人熟知的一位佛教人物 夏金山画中的观音 与常见的一头两手的险教观音像不同 菩萨头顶共有二十六个菩萨头 和一个佛头 有一千只手 每只手掌中各有一只眼睛 所以称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这幅画中菩萨十分庄严地 站在由四大天王背负的七宝连台之上 菩萨的左右两侧各有两位菩萨随士 下方的天龙八部双手合十 向观音菩萨示尽 画面最下方在波涛之中 放置三个宝塔明灯 是夏金山与人画所做出的不同安排 结构上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是下方海上有三座佛塔 往上有天王护持 第二有四大菩萨引导 接下来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第三是上方的释迦摩尼佛及诸佛菩萨 这幅作品所要表现的就是宇宙的宽阔 观音为南相 双唇上下都有胡姿 五官清秀一流露出女性化的特质 在千手千眼间 藏有黄道十二宫象征图示 寓意观世音菩萨超越广大时空 守护众生的无上愿力 在主尊千手千眼观音上 色彩富丽堂皇 背景中的祥云 以简单色色黄绿红蓝白 衬托出观音菩萨令人崇敬与光明的气度 这幅画虽以宋代作品为底本 但夏大师融入传统佛教教义根本的精神 来重新诠释 巧妙结合不同流派 包括出世与入世的整合 文人化与宫廷化的并用 增加作品不凡的时代意义 夏大师自1988年 体会到佛像唯妙之境 发愿余生指画殊胜的佛画 而这些画不是为了自己的功德 而是为了供养所有众神 释迦摩尼佛双家夫坐于 须弥莲花座上 右手节说法印 左手节禅定印 释迦摩尼佛上方的摩尼宝床 垂视着缤纷的猪落 周形的背光 装饰八吉祥图案 与盘花图腾 和头光相互辉映 虚弥莲花座的青莲花 代表佛 宪政 般若空信 虚弥即为三千大千世界中心的虚弥山 夏为凡夫三层 也就是玉界 色界 无色界 尚为圣者两层 即为佛与菩萨 每层四方各有三角灵 意表 和一千小世界 为一中千世界 和一千中世界 为一大千世界 画面中三座连圣珍堡 象征虚弥山的四周 围绕无尽香水海 海中藏有无尽八种珍堡 上宫诸佛 下画众生 夏金山在描绘佛像时 在装饰衣文中 还清楚绘制了莲花 如意等吉祥图案 显现出夏居士 在描绘佛像时的 恭敬和虔诚心态 整幅佛像的色色 相当庄严 典雅 华丽 却不会使人感到俗艳 加上高达355公分的画幅高度 让观者在画前都能感受到 夏金山笔下释迦摩尼佛的 雍容气度 夏金山晚年专入于佛教类的画作 所画法像题材 遍及诸佛像 菩萨像 罗汉像 和护法天王像等 每一题材法像 均造型庄严 数量可观 其中 传统四大菩萨中的地藏菩萨 其一座 虽未如观音画的数量庞大 但也相当丰富 地藏菩萨 为汉传佛教四大菩萨之一 发愿地狱不空 誓不成佛 为中国佛教四大菩萨周 表大愿的菩萨 视线出佳像 画面中 地藏菩萨颜面端庄 身披袈裟的出家僧人样貌 现身文像的地藏僧行者 头不戴官帽 耳不垂视 右手所持席杖 左手握着珠宝 身内穿交礼诱刃汉士服 外披水田巷的袈裟法衣 以正身立于盛开的 仰双层莲花座之上 莲花飘浮于波涛起伏之间 四周云朵围绕 一眼望去 视野无限 此尊地藏菩萨造型端庄 线条细致 用色淡雅 地藏的邪式 从常见的道明尊者 闽宫 坐骑地厅 变成十位神奇 众神造像符合传统仪轨 添加艺术家巧思 加入了海螺 呈现庄严大度 海天一色造景 藏传佛教中 海螺变成了法螺 用于佛教宣传教义 作为吉祥圆满的象征 代表佛菩萨 帮助众生 解脱轮回的力量 愿佛因变传法界 利益度脱一切众生 文殊世利菩萨 又称妙吉祥菩萨 画面中 文殊菩萨 双加福坐于 青石辈的莲花座上 头戴着七佛观 双手持欲如意 线条流畅且具立体感 随世的许多 天王忽法弟子慎重 动静有度 文殊菩萨象征大智慧 普贤菩萨是理德 行动力的代表 象征不变的真理 与富有智慧的文殊菩萨相呼应 共同身为释述 释迦摩尼佛的左右邪士 早期普贤菩萨 泛语音译 三曼多拔陀罗菩萨 又称辩吉菩萨 表示普为身相辩一切处 贤为最善功德妙意 无所不在 常作为释迦摩尼佛 又邪士菩萨 其作其为六雅百相 下金山画作的普贤菩萨 菩萨手持莲花 以及白相脚踏莲花 金刚鼠羽灵 还有慧和的圣众 以及千像宝座 这些特别的图像 都是引经据典 主要是根据法华经 普贤菩萨劝发品 普贤琴法经 普贤严命经 大方广佛华严经 普贤行愿品 和普贤菩萨行愿战 夏吉山夏大师的 千手千眼观音 他的这幅剧作呢 只花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他要展现的是 宫廷的贵器 还有当时呢 民间流传的故事 就是这个妙善公主 为了要救父亲 然后把一只手一只眼 交给了这个医生 做成一种药物 让父亲能够 起死回生 观音菩萨 看他慈悲啊 就还他的一千只手一千只眼 让他能够 普爱众人 这也是宫廷里面 希望能够展现 对人民的一种观怀 跟慈爱 像这个 他的这个水波啊 他在这个水波荡漾的这个画作当中 他大量运用了这个日本服饰会这样的一个工笔画法 另外一幅巨幅的大画 叫做释迦摩尼佛 接近十公尺 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 他要赠予这个佛光山 佛光山因为他的这个规格太大放不下 就是调整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 他把这幅画放进去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整个铺排啊 就类似像西方的画法一样 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叉透视法 颜色有浅至深 那这样子就可以体现出佛像 他在人们心目中的这种所谓虚无若有的感觉 我想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点 也是金山国宝 之所以被称为国宝的很重要的元素之一 我会说菩萨 他有一段 大家显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神跟神之间基本上不能有所谓的情愫 那委托大将军呢 心里面对观世音菩萨有一些情愫在里面 在天庭是不允许的 夏老师特别把这段把它幻化成他的画作 委托菩萨永远作为他的这个护法神 夏青山夏大师他是一位多产 而且种类跟数量非常多 也有很多是他自己的发想 有很多是佛经里面的一些故事 还有很多人性的故事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个护法神 维托菩萨 他有一段大家显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那在人性跟神的之间呢 激荡出的一些火花 我们可以在夏老师的画作里面看到 除此之外呢 还有文殊普贤 文殊普贤呢 是这个一般我们读书人 或者是做生意的人 要开智慧的一种 喜欢的一种画像 那在华言三圣的这个世界里面呢 夏老师也用他特殊的一些造型 把这个华言三圣的境界提升了 加上这个他有一幅很有名的这个 《观音与伟陀菩萨》这幅作品 也唯唯到来了就是 人跟人 还有神跟人 又有一些这个所谓人性光辉 或者是神爱世人这样的一种情怀在里面 这三幅画呢 我们待会好好来欣赏 唯陀菩萨是汉传佛教重要护法神之一 唯陀的形象是身着甲皱 手持金刚柱 威风凛凛的模样 一般在寺院中配置于四天王殿中央 弥勒佛堪的后面面向大雄宝殿 象征守护茄蓝道场 传说在佛入灭之后 天神们和众王在商讨如何收取佛设立 以剑塔供养时 突然来了一个截击鬼 也就是夜叉 偷走了两颗佛牙 唯陀菩萨立即以他剑步如飞的速度 捉获截击鬼 取回佛牙 赢得诸田众王的赞扬 从此之后 唯陀菩萨便担当起 驱除邪魔 保护佛法的重任 夏金山用俐落飘逸的线条 勾勒文饰 呈现衣带飘动的状态 在衣文上 装饰了细密的图案 有鳞片、花纹 堆叠出衣饰的层次感 再次让人感受到 夏金山对细节的要求 在这幅 维陀像中 夏金山利用层层的堆染 使得衣饰的色彩 富有层次与立体感 燃烧火叶 围绕一圈头光 冷暖色调相互灰映 显现出围陀 撼动人心的气势 文殊菩萨是智慧的象征 画面中 文殊菩萨乘坐于大宝莲花之上 用手持智慧之剑 由六只祥龙飞天护涌 象征展出一切烦恼无名 在造像上 以精细的工笔线条 与重彩色色相辅相成 藉由祥龙丰富的肢体变化 堆叠出灵片层次感 夏金山特意千白 洗出薄透如丝的菩萨衣式沙石 及后方的光背 飘渺的云朵 以明暗暈染增添律动 搭配厚实琉璃蓝色色的背景 衬托出文殊菩萨超然典雅的尊贵形象 在结构上 夏金山利用双月云光影效果 加上云朵飘渺 却又朵朵分明的反差 自然地结合东西艺术美学 在波光零零中 简约的透视 勾勒出每一笔崇高艺术价值 六龙的构图 是夏大师突破传统 以青诗为奇的创意 也把此画的格局 延展到无可超越的极致 画面中 观音坐于沿岸边 身后维陀菩萨双手合掌 碰着金刚宝杵 涌现于宝坪上 维陀菩萨为佛教之护法神将 为南方增长天王八大将之一 为四大天王座下三十二将之首 以正永称名 相传 观音菩萨云游峨 非渡嘉陵江时 见江水极流 百姓无法渡江 观音菩萨便画园造桥 曾得维陀护持 此尊观音菩萨 视线妇女身 坐于江河边的岩石上 低头俯视着江河 呈现若有所思之态 净平之甘露化现出 护法唯陀、尊天菩萨 就如同夏金山的提拔琐事 驾慈行、普度、感化、有缘人 观音菩萨与唯陀菩萨 一同救度众生 互持正法 这件作品中 夏金山仅以线条勾勒观音的白色长袍 并使用金色勾勒出团花文样 背景留白 没有任何装饰 衬托出观音菩萨的 皮翼近人 佛、菩萨 所透露出的亲切气质 是夏金山佛画中 相当重要的特色之一 根据佛祖统计智者传记载 观公皈依佛教 发愿见识、护持佛法 被视为截蓝菩萨的化身 自古以来 观公的道德人物形象备受敬重 与维陀菩萨同为佛教两大护法神 夏金山笔下的观语 赤面着青袍的观武样貌 右手握青龙眼月刀 刀锋高过于头光 左手持令牌 身旁侍卫周苍高举齐帆 以及观公义子观平 文官样貌随行在侧 表现其痴心忠意 肝胆相照的意景 三尊神像 以观公为首 色彩斑斓与华美的衣饰 呈现出震撼庄严 腾云驾雾的氛围 四大天王是佛教著名护法神 为东方十国天王 南方增长天王 西方广木天王 和北方多文天王 下青山笔下的西方广木天王 在2018年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广木的意义为能以清静透彻的法眼 随时观察世界 不持人名 故名广木天王 广木天王 住须弥山水晶朵 身为红色 穿甲皱 负责守护犀牛賀州 以龙王等 为广木天王的部众 十二十诛天宗的第六天王 因其为金翅鸟所画 能振扶龙王 故右手捉龙 表风调雨顺 画面上 下青山取其典故 特别在西方广木天王造像上 金翅鸟 幻化成头戴装饰 将手扶龙王 转化为手持龙形斧头 象征披荆斩棘 左右角各踏被降伏的魔物 熊熊燃烧的火焰背光 净显神器 我们刚刚看到 有关韦陀菩萨 还有幻音语韦陀菩萨 或者是像文殊普贤 这样的一个巨幅画作 而事实上 就一般佛像绘画艺术世界里面的画家而言 画这样的画 他的稀缺性 夏朗老师是做到的 因为基本上 在一般的佛像绘画艺术家 不会有人去画 这个所谓的韦陀 其中我特别要讲 就是说 像韦陀天尊这样的一位 大家认为他是故法神 在我们心目中 观音于韦陀菩萨这幅画作里面 他把人性的这种光绘 注照里面 神跟神之间 基本上不能有所谓的情愫 那韦陀大将军呢 他因为在心里面 对观音于韦菩萨有一些情愫在里面 在天庭是不允许的 夏老师特别把这段 把它幻画成他的画作 然后呢 韦陀菩萨在 观音于韦菩萨的后面 永远作为他的这个护法神 保护着观音于韦菩萨 来照顾我们的这个一般的百姓 而文殊菩萨呢 夏老师也很特别的用一个 所谓 世界首创的方式 他把他手上的这个智慧剑 换成了如意 他认为长智慧呢 可以不需要那么的激烈 用剑去斩断瘫痴 用如意的方式 也可以很自然的 循序渐进的让一个人长智慧 那纵观夏老师的画作 我们可以说夏老师他是 这个佛像绘画艺术界里面的第一人 我想 一点也不为过 感谢今天的收看 我是赵宗杰 有关更多夏金山夏大师的故事 及作品 请准时收看金山国宝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